有一點微燈光 不知道是不是黃光 一片黑暗中只露出一顆人頭 腳約會突襲檢查工廠排水 卻搞得上拍恐怖片 它還有一項點鈔絕活 這個方式 我不會用得很漂亮 然後我就這樣子 這樣子 它就轉了耶 把鈔票轉成一個漂亮的圓 就像孔雀開屏 一分鐘可以點完二十萬 還會在路邊拉小提琴 在路邊拉小提琴 選議員沒經費竟選歌曲 還是自己作詞作曲 講約會舞檔級 行事作風不按牌理出牌 不過他說這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經營的羅藤圓 照顧孤兒弱勢或殘障人士 沒有立案是被罰款 即使立了案以後 他們也不能住這裡 原本非法經營的羅藤圓 一度被罰款 讓蔣又會痛哭 當初在街頭募款的時候 我在想說 一塊五塊十塊 那如果有人投我一票 我一票可以補30塊 經營羅藤圓拉起募款 為了一票30元補助選議員 他說當上議員 每個月薪水捐出六萬 身上頂多只留一萬五千元 其實我也是夠用啦 因為我一天 大概吃飯大概兩百 為了羅藤圓募款參選 直到第四度 蔣又會選上議員 被認為是奇蹟 沒有背景 沒有總部或文宣 他利用特殊才能 走出政治素人的獨特風格 解章出華頻道報導